我没钱 我买室内的 大家好 我是大林 我跟大姐现在来到了沈阳的神府新区 然后接下来要看的楼盘是方大四级城 听说它又降价了 那降到多少钱 七八千块钱 我来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房子 七八千块钱 来了解了解 好久没来了 京庄县房实景成县 然后下边这个 这方大这个医院就现在盖完了 应该快投入使用 重点是这个 学校 东北一传神府示范学校 实际大家来了解一下怎么个情况 这块写着呢 这个方大总医院开诊倒计时 这现在是93天 今天是6月27号 从6月27号算还有93天 这小黄牙挺大 你看跟我姐对比一下 差好多 我跟他一比我好瘦 8000左右 87平的单价稍微高一点 8000多 基本都是两室的呗 两室三室的三室两位的 两室一位的 然后洋房的话就是这一片 这四栋 128平的 但主厨这个园区卖的特别多 那都是县房的 然后都是金方秀 我一会我去看的话是这个洋房跟那个都能看吗 实体楼实体楼你看看哪个屋里边就是门没锁吧 如果要是他已经交付的话 现房的话要是都在屋页了都已经锁成了 那就看哪个开门 对还有一部分精装修没做完 那现在正在事故 今年几个是一样 今年有一批是十月末的 正好赶上今天他这个医院的员工入职 他就办手续 人家挺多的 这都属于一期的撒盆模型 它是小高层跟洋房 大家也都听到了 全部都是精装修 小高层你看这就是一城连郎 在14楼中间的地方 不是大高层 然后下边是洋房 这个刚才在外边的时候 其实有跟大家提到了 东北一材省府师班校 是九年一贯制的中小学 公立学校 然后刚才说的话 刚才说小学是去年开到三年 今年再加一年就是开到四年 对对就热学 然后中学的话去年开了初一 今年的话再来初一就是变成初二了 对 但是老师挺好的对吧 也继续开双语跟老师过来 只要孩子没啥问题 应该 就是老师 玉柴双语小学 玉柴呢 我感觉这种事 他这么负责任 这也太负责任了 还是教得好 我想说的孩子只要好好学 应该不会太差 我跟大姐呢 刚才去楼上拍了一些样板件 楼上现在展示的是一个高层 一个洋房 大家可以稍再看一下 这个是小高里边 120度平 这个大面积的 然后它是两栏 中间亭 两栏 独立的悬管 独立的餐厅 独立的厨房 而且厨房方面还有个家政件 其实户型 给大家如果统一看平面图的话 大家 都还行 都还行 然后公用的洗手间 还是干分取 北边一个卧室 主卧带个洗手间 这个就是 虽说不是大款亭 但功能来说还做得蛮好的 洋房这个 这140的 收入里边做的一个小高 一个洋房 这140的是三南一北 中间亭 然后进门是一个南向卧室 第二个第三个 然后主卧带洗手间 北边一个卧室加个洗手间 独立的餐厅 然后那边厨房 这块是个储藏点 也挺好 而且那个厨房后边还有一个家政件 现在我跟大姐已经出售楼处出来了 准备到实际园区去转一转 它是17分两个园区 就是后边靠北的面积大一点 120的小高跟140的洋房 前边呢就是80多平跟100平左右的这个小高 加上120多平的洋房 大概是这样 然后主要还是靠南边面积稍微小点的 这个能控制总价 它可能现在你结合这个售价来说 对吧 逻辑更好一些 更清晰一些 现在刚停好车 这个就是南区北区 现在这个都属于一席 这个是公寓 前面售楼处 然后楼下呢 现在开个超市 开个津阳馄饨 那边还有个卖酒的 还有个银行 银行 银行那边 开了个银行 取钱也方便 然后这是园区 我们看看园区里边 找能不能实体楼看一下 里边实际什么样 不过物业费这一块 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 虽然这地方挺远的 但物业费不便宜 四块多 价格调整了 但物业费没啥调整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反向来说 你一年你要算一下 你物业费要多花多少钱 跟这个买这房子 哪个更重要一些 这边有一个洋房的洋衣洋板间 洋衣刚才他说了 洋房一楼 现在也做精装的 就是地上一层跟地下 副椅 副二不做 基础装修呗 不可能现在你看到这样 跟里边是小树 硬铺装都给你做了 不可能 就基础装修给你做一下 这是电梯洋房 下沉是庭院一楼 做完装修也270万 有些朋友喜欢一楼的 倒是喜欢安安静静的 可以考虑吧 他这个洋衣洋板间 做的挺好 大姐说这个室内电梯 坐下来的 副一跟副二 有一部分调控 然后一部分打楼板了 特别凉贯 然后我们大姐我俩坐电梯 到楼上 来 你先来 谢谢 有点小 也就是我跟大姐我俩站这里边 副一副二 然后一楼 这要是体格少少胖 胖两下位置 两个是吧 都都抱一心 它承重应该不是 应该承重是280公斤 三尾 560斤 这是副一 那边下城庭院 这还整个要查试什么呢 室内电梯 你看看没 这跟那小别墅差不多 副一副二 然后加上地上一楼 还挺稳 就是小一点 它本身像这种电梯也不需要太大 然后入屋门搁这儿 这就是 其实这个120的洋房护权还可以 大关田5米多 将近6米 然后两南一北 还是两位 至于你说 这个洋房一楼有没有用 那就看自己家庭需要呗 南北花园西温 对 而且一楼在南北花园 这是园区里边 前后楼任律还可以 肯定是不挡光 走 走 走 上那边 园区 这么看 园区这边坐的一般 没法测试 特色没有 但是前后距离采光不影响 采光这里有入住的业主了 这属于中央景观轴的 在这种凉亭 好几近似的都隔开 吓我一跳 喷水了 就是这里边的房子 不用担心它挡光 现在你就是 咱们镜头看一好 或者你实际来看一好 前后楼间距离还行 挺大的 说得好 我跟大姐来到这个小高楼里边 看了一个 这应该是两户都是100平的 这个三十两位的 电梯在中间 一梯两户 进门的话 这块旋馆 然后这块是一个洗手间 都是一样的 中间是南向的挺 两个南卧 独立的餐厅 独立的厨房 北边一个卧室 两南一北 边户的话 能更亮它一点吧 但是你看 今天看这个 可以挑了一个顶楼 这风真大 采光都挺好的 在楼下也说了 基本上不涉及到 什么反光的位置 在这个北屋 如果您往北看的话 首先能看到这个混合 我昨天去拍的话 龙屋双楼圆柱 就在这儿 学校的话 手指方向就这儿 能有个四五百米吧 哪儿来的 就是那个 往前那儿 四五百米 这是北区面积稍微大点儿的 反正这个下边的浇房 这房子都盖完了 外里面主体 就是里边 像这种壁纸 铁网的三边窗空调 这主机都挂了 就是做技术装修的 这不是布 是纸 壁纸呗 那布得多高成本 这个房子 我跟大家也特意找了些尸体楼 87平的两室 它是南北的房子 但是这个户型 我觉得现在咱想 大家买着两室的房子 对 两南 而且是南客厅 这边一个南卧室 这边一个南卧室 还有独立的悬馆 独立的餐厅 旁边厨房 这块是卫生间 两房 一位 而且洗手间还有窗 大小还行吧 主卧这个是 这能大一点 全名户型 这个70多万 这个价格的话 其实一家三口 配多啥的 就还行 包括刚才大姐说 就是养老 这样就喜欢这周边的环境 奔着这个环境来 自己住还行吧 自己住这个考虑 结合这个价格 走到浑河岸边 也就是四五百米的距离 倒也没多远 在这个楼上 你想想看 哎呀这不一房吗 一房商工府 这小别墅 你们瞅着像啥 我拿手机给你拍 也近点啊 那太宗位中鱼了 你看这小别墅啊 这一房呢 太宗位中鱼了 这一块跟一块的 太近了 但有些人喜欢 这元旗现在师傅在修这个 草坪什么的 这块有一个游乐场 大黄道 它这个都有中央空调啊 而且那中央空调排着松下的 看不清啊 这松下的 这小高 然后这边洋房 这一百多万 这玩意这么贵呢 它这个前后楼间铭真的很大 所以说这个采光的问题 它不是问题啊 总体上看完了 实际园区来感受了一下 房子还还好 为什么还好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价格 对吧 八千多 你要是搁这买的话 为了孩子上学 我觉得无可厚非吧 因为你要知道 园子是多少钱 对吧 园子是洋房一万五六 甚至以前更贵 然后小高层的话 现在一万二伞就正常了 所以你看你怎么想吧 周边配套稍微差一点 最后 飞个航拍 给大家看看这个航拍镜头 你有啥想说的吗 有啥想一嘴 有型提示 啥有型提示 这地方你就是学区呗 就是学区 对吧 简单直解 就是你唯一购买的就是学区 别的没有 你说你养老养老不可这买呀 你花这些学区一架上这来买 对吧 养老上七盆山看看中旅啥呢 那对呀 那新加坡 环境相比较 有地铁 购得更近一些 然后至少还有个晒套来 所以出发点要找好 这个价格买孩子上学 都不需要你落户 对吧 不需要你落户 然后也不卡你三年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啥呢 他这个价格卖的是你 今年九月份就上学的 你看哈 那个有很多家长 他不想说得落户 但是呢 你不管买哪个学习 都要求落户 只有这和 乌柴阳光城 现在实际上就这两个 还算是学校比较好的 对 一个站于虹 但乌柴阳光城也站起来 享受房屋局子店 四十三和那个 虹桥家长上教区闹去 您说了我们扩造不行 不再有你们原有指标 给人闹起来了 就是他去闹去了 因为给人家闹好了嘛 对吧 单独就自己指标了 就自己指标了 好了朋友们 然后这是关于方大 四季城的 但房子就这么回事 金融标准也别把它定位太高 因为你想这个价格能 对吧 能好到什么程度 然后这个地理位置周边 你看航拍就知道了 但也有一定的支援嘛 混合 对吧 喜欢这个岸边钓鱼的啥的 有人喜欢 再有一个工作 是靠这个省府这个区域的 能就近一点吧 价格上你看那个小高城最便宜的 两是七十多元 洋房一百四五十万 而且还都是精装修的 有它的点 但是看咱们自己要什么 我跟大姐就算看完了 最后航拍看一眼就完事了 要给你买 我没钱 我买室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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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